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东北季风强度会更强一些 各地温度会比昨天还要低一点 中部以北和东北部低温大约16 17度 其他地区在18到20度 白天高温北台湾大约17到19度 中部以及东部23到25度 南部和东南部高温25到28度 北台湾整天都湿凉 其他地方早晚也偏凉 在降雨部分看到了 北部跟东北部还是比较容易下雨的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 还有大台北的山区雨势持续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而花莲跟台东的降雨 是比较局部短暂的 中南部还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今天气象局就针对迎风面的 基隆北海岸宜兰新北地区 还有台北的山区等地 发布了大雨特报 尤其在连日降雨之下 山区的民众要特别严防 摊防跟落实 另外要看到了 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 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TD30 目前是往北北东的方向来移动 未来有发展微轻度台风的趋势 波路径预测上 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 未来一周持续都受到 东北激风的影响之下 冷空气一波波南下 天气会越来越冷 我们就来看到 周一周二 北东还是失凉的天气 一整天都容易下雨 尤其在迎风面的 这种北海岸 东北部跟大台北山区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花莲台东降雨会比较局部 而中南部呢 还是维持东陵道琴 周三开始到周四的清晨呢 东北季风强度就更强了 影响范围也更广 除了北台湾继续冷之外呢 其他地区温度也会下降 而中部的局部地区 高温可能只有20度左右 周四的白天到周五 东北季风稍微会减弱 但是北部还是凉 其他地区早晚也凉 而北部跟东部 周三到周五降雨几率 还是比较高的 到了周六呢 目前预计又会有一波 冷空气南下 强度有机会 比过去再更强 本岛平地预测低温 只有15度 今天的小丁丁就提醒大家了 北部降温 天气湿湿凉凉 出门呢 要戴伞穿外套 沿海风强浪大 海边活动 小心安全 接下来带您关心 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方艳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艳迪 请您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